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与主同行的节目 在这一辑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 在神的角度里面一些的英雄 看看他们的气概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英雄当然是很有勇气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些英雄 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勇气 比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约伯 另外一个叫做约失 固自然在约失的身上 我们好像觉得他似乎是英雄 但是在约伯的身上 很多人不会觉得他是什么的英雄 我想跟大家去看 其实约伯在他的人生里面 他都需要有很多的勇气 因为他面对很多的打击 是使很多人不能够应付得来的 但是这位的旧约英雄 他就可以在种种角色降游的打击里面 他仍然可以暂住 仍然可以翻身 他的灾难是什么呢 在他的人生里面 其实他也体会到 突如其内在一日之间 他所有的财产是没有了 在突如其内 他的儿女突然间是死了 因为这个风灾 他的太太是看到他 生了整身的毒瘡 这个太太正如跟他说 你生不如死 你不如死了他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吧 若伯却对他说 你说话像如横的婦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也受和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 若伯并不以口犯罪 若伯记二章九到十节 最惨的就是若伯他三个朋友 原本是一心是好意的 走来去劝导他 希望他能够过渡这个灾难 但他们的提议 他们的所说话 反而是令若伯人生里面 心灵里面相当大的一个创伤 不过若伯他的勇气 就是面对种种的难处 他都能够去向神去质问 这个不容易的各位 你有没有你遇到很多的难处 困难或者意外等等 你能够有勇气向神去求一个解释 一个的处理呢 这个今天在很多人 在他的身上 他遇到种种灾难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个就是 除了他就了神之外 他跟着 是他离开了上帝 不会再跟上帝问一个答案 求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在若伯的身上 都很清楚看到 他有这种勇气 面对种种的难处 以至到他 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能够了解上帝 原来是远远超过 他那个有限的眼界 远远超过他那种有限的见识 所以他的勇气就是 如何去面对种种的难处 都能够有勇气质问上帝 以至到上帝给他一个答复 旧约里面另一位的英雄 他的出生 亦都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这位的药室就是 在他的人生里面 首先就是因为他十个哥哥 妒忌到他一个地步 因为他的爸爸 这个雅各 是最爱这位的药室 在十个哥哥 是很妒忌到一个地步 产生一种仇恨 以至到将他 迈到埃及那里 在他一生里面 在埃及 药室是经历过很多的考验 甚至试探 但是他都能够 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考验 他经历过这个 呂式的那种挑逗 他经历过权力的 给他的一些试探和试验 但是《创世纪》很清楚看到 他最大的考验 就是他如何胜过仇恨 这一关 在《创世纪》里面 去到第五十章的时候 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 雅各去世之后 他那十个哥哥 很担心这个弟弟 因着他当时 若是埃及的宰相 有极大的权柄 可以去报复的时候 就哀求这个弟弟 放他们 不去报复的 这个狠求 若是跟他们说 若是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 愿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创世纪》五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 他说 我岂可以代替上帝呢 他知道上帝 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 他知道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心意 乃是 他能够来到埃及 若是来到埃及 是有上帝的安排 是叫所有的 他的家族的人 能够可以避过一次 很大的天灾 以至到雅各的家族 能够可以流传 这个体会到 若是这个英雄的气概 是一个一般人很难做的 就是宽恕一些 曾经伤害他很伤痛的 一班的人 在很多人来看 一些所谓的仇敌 一个深仇大恨 是很难放过的 但若是能够将这些伤痛 能够交托给神 让神去医治他内心的伤痛 这个英雄气概 其实主耶稣都在 他的灯山部分里面 都有一个的教导 在这个灯山部分 主耶稣都曾经说 叫所有跟随他的门徒 都能够学习天父上帝 宽恕罪人的心态 所以他更加叫一班的门徒 去学习如何去爱仇敌 当然各位 爱仇敌真是不容易 极之不容易 做到的一个地步 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位 今日在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能够可以去学习一些 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非常有价值 很宝贵的一些保养 好像若白能够胜过一切 所有不如意的事 那种的勇气 又好像若失 能够可以经历 种种的坑坑试探都好 他能够守得住 保持着一个敬虔 对上帝的心 以至到他能够去宽恕 曾经伤害过他的 相当大的 一个内心的相同 但是 感谢主在这些 宝贵的榜样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 都可以一起的 跟着圣经的教导 可以一起去学习